山區下著大雨 救護車小心慢行 幸好有熱心民眾幫忙指路 路面濕滑 山路又窄 救護車根本無法靠近傷患 前方鐵圍梨還上了鎖 這的人員只好強行破壞門鎖 好不容易將57歲游物士救出來 慢慢攀扶走上救護車 直見他全身濕透脫下外套 動作緩慢似乎是不大舒服 原來是送信途中 山區大雨路面濕滑 行經斜坡恰巧有工人砍樹 還將木頭堆放路旁 原本想倒車離去 沒想到一個踩空 跌落三公尺深邊坡 可能有把那個砍好的木材 那堆放在道路 那導致那個路面 它原本就沒有很寬了 那導致路面又變得更窄 連人帶車摔緊邊坡 導致肋骨骨折還有氣胸 幸好送醫治療已經出院返家 意外原因不願追究 郵差送信不論上山下海 遇上了惡劣天氣 送信還得實名必達 實在辛苦 且這位小王一超 彭鑫 南投報導